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看到的便是流淌千年的京航大运河 而我身处的这座城市济宁 便是这条大动脉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寻济宁是如何凭借运河之力 做好运河文章借船出海向海而兴 眼前这片繁忙景象就是江北最大的内河港口梁山港 济宁人凭借智慧与勇气打造出这座一吨大港 实现了无中生有的奇迹 瓦日铁路与京航运河的无缝对接 构建起工铁水多市联运体系 使济宁突破地理限制通江达海 成为西梅东书北梅南运南货北调集装箱运输的重要节点 现在我们来到了龙拱港 看这些自动化设备正高效运转 无人挤卡穿梭其间 仿佛科幻电影中的场景 这就是锦宁以科技创新重塑内河航运未来 锦宁是智慧港航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启用 构建起其智能管理服务于一体的港航生态 让决策更精准运营更高效服务更便捷 这里是全国首个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 一搜搜绿色智能船舶正在这里诞生 它们不仅代表着锦宁 船舶制造业的绿色转型 更预示着经航运河水上服务区的全新面貌 锦宁能源船舶以新制胜 引领行业绿色转型 首搜80米油气加注短船的成功下水 为过往船只提供清洁燃料与便捷服务 为运河增添一抹绿色生机 在这条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大运河上 锦宁正以运河新的智慧与担当 扬帆远航 使向更加繁荣绿色的明天 观众朋友们 这就是锦宁 一座以运河为魂 以创新为意 以绿色为基的城市 它的故事是大运河历史文化带上的生动注脚 更是中国内河航运上转型升级的先皇案例 让我们共同期待 锦宁在新时代的运河舞台上 图写更多辉煌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